这两天,老高被喊抄袭的热度很高 我也来说两句 首先,创作者在创作内容为了要圈粉 吸流量用流量变现时 抄这个字,在网路上很正常创作者用心抄 观众开心看就好 真的不需要无限上纲 像丧尸一样乱咬某人抄袭 免费抄内容让你看 还要被你咬,这不厚道吧 再来,所谓的说书是一本书摆在那 各方说书人看完书后 再用各自观点说出来取悦观众 这叫说书 但如果说书人A说完后 说书人B再把A说过的段子照抄拿来说 这就不叫说书了 这叫B学A说书 但是,B学A说又怎样 如果没有B说给你听 你有机会听到吗 你有免费故事,打发时间吗 所以在网路上抄来抄去 再正常不过 抄的人想圈粉吸流量变现 看的人想打发时间 顺便补充冷知识 各取所需,有何不可 不需要过和拆桥拿了好处 听故事后,再用抄袭理由编诗 看完老高声明后 有几点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老高用似是而非的论点 让脑粉有了继续支持的理由 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没有原创 不原创之类的论点不叫抄 傻眼 你大可大放说出 对,我就是抄外国人 创作内容然后再翻译成中文 让大家看懂 这不就行了吗 我想大家不会在乎 再来,长期看老高 又是社会上混酒的老屁股 我说我就能一眼看穿小莫 绝对不是 傻白甜也能一眼看穿老高 很怕小莫,小莫非常聪明 也能从老高跟老肉的交往看出 小莫干预力道多深 最后要讲这篇文 不是攻击老高 我会持续订阅老高 听免费故事 他想圈粉变现 我想免费听 各取所需 很好啊 PS 有权利不爽 要求下架的人 只有原创作者 其他人管好自己就行了 但如果你是花钱订阅 老高那就另当别论 消费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PSR 老高事件 这两天大家都说了很多 再看就腻了 别说了行呗 可以